哈喽,大家好,我是Vector 今天我又带你们来看一间非常漂亮的二手的屋子 今天我们来到了Berling,Berling区 Berling是非常成熟的华人区 Berling是非常成熟的华人区 今天我们来到了Berling区 这一带是Sutra Ginga 它是靠近Escape的 这整区都是有保安威力,Guard and Guard 这一区都是比较高档的 今天我带你们来看的就是一间二手的Semi-D 二手的双层半独立,而且它是角头 角头它的地就特别大 现在如果你们是想要upgrade成Semi-D 或者是upgrade成角头的话 基本上现在新山的房价都不便宜 基本上都至少要150多万 如果在角头的话可能更贵 但是这一间超便宜,超划算,超值得 废话不多说,我先带你们进去看 OK,所以这一间就是双层半独立的角头 然后这一区Berling它都是freehold的 它是individual tighter,所以你是可以自由扩建的 In fact,这一个物主它也是有扩建过 OK,所以我先带你们来看 所以这里是它旁边的空地 它因为是角头,它旁边的空地比较大 它有25尺的空地 OK,它有25尺的空地 所以从墙壁到这边有25尺 OK,25尺 除此之外,它不只是旁边 你看它前面它有一些空间的 你看它前面一直extend进去 因为它也是这整条Jalan的最后一间 所以它这边也是extend出去的 所以你看对面这样子 你可以帮它封起来 做一个很长的一个outdoor area都是可以的 甚至你要做很像swimming pool啊 半个篮球场啊,足球场啊都没有问题 小孩子的outdoor playground都是可以的 OK,而且这边有个特点就是很像你看旁边 对不对,它外面就是马路了 但是这个马路的车是进不来的 它这边是有gap峰时的 OK,所以它其实是很安全的一个设计来的 安全的一个设计 而且它的保安是有巡逻外面这一条夹蓝的 如果你是开party的话,你看这样大片的地啊 肯定要开一点party嘛,对不对 这样你在开party的话呢 你的朋友如果不够车位park 你就可以park旁边咯 就可以park旁边咯 当然你也是脚头啦 所以后面也是可以park很多位置的 像这个地方呢就是屋主自己extend出来的 这个地方是屋主自己extend出来的 它做一个outdoor的一个厅这样子 所以它可以在外面很像喝high tea 喝下午茶这样子 OK 后面的话呢就是比较privacy的 所以后面这个地方呢你可以extend出来做厨房 或者是这个地方你看它围起来了 你可以拿来养狗啊养宠物啊 或者后面你要做bubble queue都是可以的 好,那么当然啦它是semi-dee 所以后面呢它是留有一些小小的地的啦 原装是更大的,原装是差不多十车 但是屋主有自己extend出来 所以现在剩差不多一个四车这样子 好,剩差不多一个四车 OK,所以我们现在进去看 好,那么这一间当然啦它是二手 而且它是有一点年纪了啦 但是,以前的屋子啊,它就是很大咯 所以你看很大,而且成熟区咯 很像我们讲Berling啊,Berling就是华人的成熟区咯 一套小的啦,基本上你要park三辆车是轻轻松松的 三辆车是轻轻松松的 然后它的大门呢,这边我很喜欢它的设计是因为它有给你两个step 好,这种是以前物质的设计有比较attest的那种高档的设计会有这样 好,一个step,两个step,三个step才进来 而且它是double door,然后它是double door,双门的 好,所以如果你住大的屋子,你肯定是要双门比较气派嘛 对不对,你看你这样子打是不是很大 很像我家,我家的门是这样子罢了 我家的门是这样子罢了 好,一进来就一个玄关 一进来一个玄关 然后前面呢就有一个store room啦 然后有一个小store room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powder room 这边是有一个powder room的 powder room就是洗手间啦 所以你从外面回来,如果你尿急还是什么 你就可以洗洗手,上一下厕所才进去 这个就可以给你的guest咯 它在前面,所以它会比较隐私 如果家里有爸爸妈妈长辈住楼下的话 你的客人就不需要去到后面 好,这个是它的隐私啦 然后这个就是它前面的厅 这个是它的客厅 这是你看以前的设计啊,它有两个step下来的 所以这种设计比较传统 别有一番风味啦 当然如果你买了你不喜欢,你是可以把它敲平啦 好,但是这种是比较有一种 呃,I would say 古早味的感觉 很少看到这样的design,但其实很特别 我还蛮喜欢这样的design的 你看有一两个step下来 所以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就很像你家里的一个空间感 很像刚刚这个是我们的客厅嘛 这个是客厅 所以你来到客厅的时候 你有一个不同层次的空间感 然后当然因为它是semi d 它的采光也是很好的 然后它采光也是很好的 那么这个step的上面这里就是我们的翻厅咯 所以你看它的翻厅是很大的 好,这个是它的翻厅 当然它这边放这个啦 你可以换掉 这是翻厅 翻厅这边呢,出去就是刚刚我们外面看到那个extend的地方 好,所以你这边可以做indoor的饭厅 外面可以做outdoor的饭厅 好,indoor跟outdoor的饭厅 那么这一间屋子呢 总共啊,它的land size 是4700sqft Land size是4700sqft Build out有3700sqft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ok 所以这个是楼下的其中一间客房 所以你看这个客房也是很大 那你退后一点,你看这个房间是不是很大 超大 你这边放一个king size bit都不是问题 好,然后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 这个就是它楼下的厕所啦 好,这个是它楼下的厕所 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的独立厕所 OK 4700sqft的land size 3700sqft的build out 然后总共呢 是有四家一个房间六个厕所 四家一个房间六个厕所 然后厨房这边也是有一个store room啦 然后厨房这边有一个store room 很深一下的,给他们看一下 这个store room很深一下的 啊,所以很有很多的空间 很多的空间 OK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了厨房 OK,它厨房也是一个L-shaped的厨房 所以你看哦 以前的屋子哦,你看 你看 不讲什么啦 它的quality就是很好 你看这间屋子哦,已经很久了 可是哦,它的整个condition啊 整个quality是很好的 你看它有干厨房 四厨房全部做好了 这个呢 就是一个mix room来的 它女佣房 就是那个嘉义的房间 然后5嘉义 它一个嘉义的房间 所以这个是它的女佣房 然后它的女佣房 然后外面这边是女佣的厕所啦 这边有个小小个的是女佣的厕所 然后后面这边就是我们的四厨房 这边是我们四厨房 我们的压 OK 所以你看它都是fully house 然后上面它有做这种很像vision hole 这样的东西 这种是很通风的设计来的 很通风的设计 然后这个是压咯 你可以放洗衣机在外面晒衣服哦 你这边可以直接出去通到外面干那个地方 哦 我很喜欢它的设计 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设计 那个vision hole的设计 非常非常的通风 OK 这样现在我们去上去二楼 我们上二楼 所以你看二楼 它都是给你这种 十星路的地板 我们现在上二楼 比较复古的设计啦 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来上到二楼啊 就有一个很大的厅 好 这个是二楼的大厅 所以这个二楼大厅哦 你看它已经做好TV console给你 当然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设计的话 你可以换掉啦 只是你讲这个地方哦 就是空间很大 可以让你设计成你的一个entertainment area 然后外面这边呢 是它自己extend的 屋主自己extend的 外面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做成你的office 或者是你的study room 好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office study room 然后你在这边 你还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 好轻轻的 OK 很舒服啊 楼上呢 这边就有三间房间三间厕所 OK 三间房间三间厕所 好 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的 呃独立厕所 OK 然后拆光也都很好 因为它是semi d 嘛 所以你看这间房间 空间是很大的 空间是很大的 然后space很大 然后都有自己的厕所啦 你看看厕所 哦 这间厕所很特别 你看哦 它是做好干式分离的 这个地方呢 是给你刷牙洗脸化妆的 然后里面呢 才是厕所跟冲凉的 看到吗 啊 它是有两个门的 你看 还有两个门的 啊 很特别哦 这个应该是女生啦 你看rebecca 给女生啦 所以她做好这个干式分离 然后这个就是另外一间房间 就是另外一间房间 ok 也是很spacious 有自己的wardrope area 采光也是很好 然后也是有自己的厕所 啊 这间就没有做干式分离 看到吗 啊 这间应该就是给男生的啦 哈哈哈哈哈哈 哦 OK 大家接下来我们去看主人房 哇 主人房就不得了啦 哇 你看主人房 空间很大 啊 空间很大 OK 这个是我们的主人房 我们的主人房 然后外面有个小小的阳台啦 外面有个小小的阳台啦 所以你看这一区哦 这一区啊 都是比较高档的区来的 啊 都是semi d 然后是有保安的 然后你看每一个人都装修到很美的 每一个人都装修到很美的 所以这边买来自己住啊 绝对是很适合 ok 然后这个是她主人房的厕所啊 啊 还有jakuji浴缸的哦 这个是可以用的哦 jakuji浴缸 哦 所以你看很豪华 真的是很豪华 空间也很够 ok 而且她是在Berling区 Berling区就是我们新山的一个 华人的成熟区 哦 Berling就是我们新山的一个华人成熟区 那么如果你讲地点的话呢 她就靠近 Bukin啦 然后从这里呢 下坡底啦 基本上20分钟 就也去到First Link CIQ了 哦 很靠近无人CIQ 你从这边下坡底 那么如果假设你要是去 Second Link的话也不会远 也不会远 因为她外面就是highway了 哦 所以这一间啦 我坦白讲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划算 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个华人成熟区 呃 已经建好了的 然后你要找的是半独立的角头 你要够大 ok 而且你要价钱划算的话 那么这一个非常非常推荐 ok 我重新讲多一次啊 它的Land Size 土地面积是4700sqft Buildout有3700sqft ok 然后它是SemiD角头间 旁边的D有25尺 角头间 4加1个房间6个厕所 ok 所以如果你对这些物资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联系我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记得帮我like comment share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